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是蔡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您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先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的YouTube订阅 已经破了5万 希望破10万的时候 我们节目能够每个礼拜 增加播出的机会 而这个礼拜我们来看 美中贸易战芳心未哀 川普下令要增加关税之后 又颁布了紧急命令 要全面锁定华为封杀 北京的官方也硬了起来 同样加关税 而且痛批美国在霸凌 中美另外一个敏感的问题 美国的军方 他们媒体报道说 曾经跟台湾的军方 秘密的军演 哇台美军演 这是否踩到了 北京的最后红线呢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以及美国紧急从伊拉克撤侨 真的准备要跟伊朗开战了吗 来为你介绍 今天邀请到的三位来宾 首先是国际情势专家 赖月谦 赖教授 主持人好 各种朋友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郭正亮 以及时日评论员李建南 大家好 我们就先来关系一下 中美贸易战 这川普左勾拳 习近平马上回进一个右勾拳 看起来在G20 六月底大阪这个登场之前呢 川西两人见面之前 有没有可能 让这中美贸易战暂时停火 先请教三位来宾 你怎么看 从过去的十来天 美中互相增加了关税之后 那时间也不长了 马上六月底的G20 在大阪就要登场 在这之前川西再次的见面 您认为有没有可能 这个暂时停火 圈插yes no 把他们举个牌子 老大你认为原因的 可能有机会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讲可能嘛 因为我讲可能 因为可能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 这两个人就是两个在斗队 两个打拳棋嘛 那打拳棋一个月通常也应该是 第一回合暂停的时候 尤其川普已经在讲说跟他要见面嘛 对不对 所以说有可能 但也有可能是没有可能 因为问题是有可能 不是说会跟不会 好 那等一下我以后用字要更加的精准一点了 不过请教一下赖赖老师 因为我们看到北京这两天动作其实也蛮多的 加关税 而且在官方的媒体上面 回敬美国的力道也不弱 那我们看到美国的股市跟期货市场 接着就狂跌了好几天 后来川普当然说到安安府之后呢 有稍微直跌反弹 人家说兵家谈判的时候 戒针在急啦 那川西两人见面之前 你认为谁比较急一点 目前看起来川普急了一点 川普他原本希望在第十一轮的谈判 就是刘鹤到华盛顿 做最后一轮谈判的时候 能够赶快把这个协议签下来 所以他之前用了一个急奔的方法 这个急奔的方法就是极限施压 就是说先宣布 我在5月就是谈判的最后的那一天 那么那一天开始 他的关税要重新启动 然后呢再威胁 说我剩下的三千亿 他把时间表都先定下来了 你必须要看这个dayline之前走完 这是人类间最蠢的一个总统 人类间最蠢的总统 因为你跟中国大陆打交道啊 你用这一套方法是人类间极蠢 而且对于整个中国的历史 还有对于习近平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还有中国大陆的上上下下 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摻得不够透 摻不够透 因为他没有理解 在中国大陆的解读来说 这是第二次或是第三次的贸易战 第一次的贸易战 就是所谓的鸦片战争 这个鸦片战争啊 因为当时中国大陆的瓷器 丝绸 还有茶叶整个都卖到英国去 英国的纺织品卖不进去中国大陆 英国的白影流失 英国后来发现有个东西 好东西 其实我们都知道是坏东西 就是鸦片 他们发现中国大陆的这些底下人 爱吃鸦片 尤其是高官 爱吃鸦片 英国政府也知道鸦片是一个坏东西 全世界都知道鸦片是一个坏东西 是毒品 他在印度中 对 他在印度中 然后就卖到中国大陆去 中国大陆当然不让他卖嘛 不让他卖的情形下的话 用打仗 打仗了以后就是 我们就看到了就签了南京条约 这个鸦片战争就是贸易的不平等 贸易的不平等 那也就是说除了开空商口岸以外 最主要是关税 我要进来 我可以跟你谈关税 你不能跟我谈关税 那也就是说我对你关税抬高 是我的权利 你不能够克我的关税 你克我的关税是要我们两个同意 但是我们两个同意 你说的没效 我说的才有效 因为我的船就在门口外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我们就看到后来演变的四十几个 都是不平等条约 都是这种关税的条约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们很清楚知道这种 是属于一种不平等条约 你美国的总统川普 你手上还扣有这个关税 说我五百亿或是一千亿 我扣的 但是你不能对我扣关税 这个人类间有这种道理 所以对于现在习近平 跟整个中国大陆来讲 这一次的贸易战争台关税 背负的是过去历史上面一些记忆 所以他对把它当作资势体大 来看待这个事情 是的 所以以川普的愚蠢跟笨 我们当然对于国家元首 还是不要用这个字了 但是我坦白说 川普的这种做法 是真的是不治的一个做法 他这样一个做法 坦白讲中国大陆已经把底牌掀开了 也就是说我今天底牌都给你看了 就是这样 那要打就奉陪 所以你觉得时间上来讲 比较在中国北京这一方 因为川普他不管是要选举 或者是他实际上来讲比较急一些 三败俱伤 中国伤 美国伤 全世界都伤 台湾也伤 全世界都伤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个战争是美国挑起的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有防卫的正当性 因此要打多久 中国大陆就跟他奉陪 你刚刚提到的极限是一样 对 你川普你要打多久 中国大陆跟你奉陪多久 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一个是民主先举的国家 美国啊 美国的消费者 当他的这个支出越来越大的时候 经济开始受到影响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承受力是大的 因为再怎么样 中国大陆的工业生产 是全方位的工业生产 他全方位的工业生产的意思 也就是说 他各种民生需要的东西 他自己都能够做的情形下的时候 14亿人口的大国 本来就是一个贸易的大国 是一个自主自给的经济的一个大国 美国才3亿多人口 3亿多人口跟14亿人口 这个国内市场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美国撑不了多久 所以美国马上说 他要派他的割派的财政部部长 到北京去 北京说没有诚意就不要来 你看看 美国自己放话说 我要赶快派去北京 人家问北京的外交部的发言人 外交部的发言人的态度是 不知道 没有诚意不用来 那请问谁比较急啊 所以老实讲 不管是排或时间 目前站在北京这一方 请教一下委员因为刚刚提到的极限施压 接着川普他或许还认为说他自己有很多的牌可以打 因为他现在颁布了一个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情况之下 他可以对于一些 他认为有一利率的企业做一些管制 现在大家都解读说他在封锁华为嘛 那一般解读是要增加筹码来逼迫北京 尽量能够在6月底集团你之前能够就范 跟随美国的版本 你认为北京会就范吗 川普的主要问题就是他表面上是要极限施压 可是他都撑不住了 比如说美股跌不到1000点他就又紧张了 那比如说他要打华为嘛 可是华为的供应内有很多是美商啦 比如说高通 博通 还有英特尔 那美国的科技股就大跌嘛 川普就在乎美股嘛 那你如果在乎美股 你怎么跟中国打持久战 所以他的问题就在这里啊 川普基本上是把他当作遭遇战来打 那美股只要跌超过1000点他又紧张了 那又要缩 所以你看他一开始说要封杀华为 每隔两天他又知道美国自己企业 可能很多设备都华为的 所以马上放宽90天的宽限期 后面还有两个时间点 都会有影响 比如说6月1号 因为 那个美国的船大概就开到了 中国的船就开到美国了嘛 所以大概是6月初起征 那美国的进口商一定会把成本追加到消费者身上 所以消费者普遍就会觉得美国物价上涨 比如说Walmart Walmart已经开始涨价了 所以有人估计说一年可能会增加700到800美元的支出 那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房屋修散等等 那另外一个就是 比如说他要不要启动第四波 事实上这一波只有2000亿喔 第四波是3250 3250亿 事实上下一波才是真正可怕 因为他就包括手机跟电脑 那台湾就大重商啦 我们台湾这一波坦白讲 比如说网通喔 有一些已经迁走了 有的迁到越南嘛 有的迁回台湾嘛 可是下一波如果是手机电脑谁都闪不掉啦 那就说川普你真的敢这样玩吗 就让人家怀疑啦 就说 你美股跌不到1000点你就开始紧张了 美威你提到 他不断的极限式啊 但每次都他自己守不住 他自己破局嘛 那现在北京不就完全看破他的手脚了吗 本来就是啊 已经看破了 不因为而且今年 其实赖教授刚刚讲的很对啦 就说 今年刚好是五四一百年 所以中国的民族情绪本来就很容易挑起来 五四一百年 那 因为中国事实上如果要不伤到自己 他最 最便宜的招数就是消费者的民族主义 这个是比较全面 不伤筋动骨 是 不然他其他招坦白讲都会互相伤害 官方没限制你啊 自己我们你竟然民众不买 你能够我怎么管 你不买你怎么办 所以你可以看到平盖股就会大跌 因为他就要卖中国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就牵涉到川普到底把这个战争 当做是要打多久的战争 那他该付的成本他是不是 能够坚持住 不然每次第1个反悔都是他 看起来目前为止真的像委员所讲的 遭遇战 碰到一回 在一回解决以后再看下一步要怎么走 他没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逻辑 我觉得这样倒一定输的啦 好所以老大你来看因为封杀了华为之后呢美国自己 企业可能很多设备啊来不及反应所以也因此 他又放长了90天的宽限期 所以有人说你川普不是要极限施压吗 哇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现在又放宽了90天 所以说有人说川普的动作就是 要杀敌1000 不过还没杀敌1000 自己先死了800 我们来讨论川普在加关税的同时又讲了很多安慰的话 他也说我很乐观 6月份呢 很可能跟习主席又会有更多的协议 所以川普一边在打一边在极限施压 一边又告诉大家 其实我很乐观 我们是我们的智慧不够 还是我们太笨无法接受这个逻辑啊老大 其实不管是打权跟打仗 他你一定要分就第一个就是作战能力 就出权能力 就你这个权有多重 就作战能力 但第二第三你要注意到一个就是 应战能力跟耐战能力 你能挨几公斤的权 几磅的权 然后你能挨多久 所以这一次在出权方面看起来好像说 川普觉得他的筹码比较多 但是他忘了一个就是在应战跟耐战方面 他可能有问题 所以说我们以出打权的时候 你要知道 我从小念拳了 我不读书了 出权得看谁够狠 哀权得看谁能忍 是 所以你两个都要注意 所以既要狠狠对敌人 所以川普要狠狠对敌人 也要哄哄自己人 有那个欧洲汽车岁就延后了 他哄哄自己人 他哄哄自己人 因为美国很紧张 最起码 这两天爆出来 这个 这个3000多万吨的猪肉 不要啦 这个美国这个卖 卖猪肉是很累的 不过一样出来你没有人叫我放久了就先路就走了 我怎么卖啊 这些 我们要协议我们会协议 这几个周又是川普的铁票仓 所以他说他要告诉他就说 我们会 会达成协议 所以这也是我刚刚讲说yes的原因说 可能达成协议 但是如果达成协议 应该是川普让步 应该是川普让步 因为就像那个刚刚赖教授讲的 他这个大陆他本身 他就是一个市场 他应战能力的枪 他就是一个世界嘛 大家来比嘛 来应战嘛 还耐战嘛 看谁撑得久嘛 是 你还要选举嘛 要到底谁谁那个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所以他就是一方面 会协议会协议 不要紧张 不要怕 我不会真打过头 哄哄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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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货不要别人那么多 对对对 他是要这样 不过你说真的 因为美洲的贸易上面来讲 基本上反正就是 大陆到美国的产品多 项目也多 所以他把它分批分类别来讲的话 好像可以分阶段 给你挣很多的关税 可是因为本来就是 他去 大陆到美国的东西 是比较多一些的嘛 那相对来讲 北京反制的做法 一个礼拜 我们这十来天 看到有哪一些呢 包括了 北京方面也加了关税 然后 人民币也扁了 台币跟着扁了 然后呢 也抛售了美国的一些国债 也减少了美国的农产品 猪肉的一些采购 那接下来呢 老师你认为 还会有哪一些招来 让华府能够让更多步 有人说 可以让稀土不要出口 到美国 我觉得稀土是最后手段 最后手段 不会轻易用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不排除 但是呢 你看中国大陆他都会说 我不会去抛售美元 可是问题是美债确实是在减持 一直在减 所以这个一直在减的时候 我一方面说我不会抛售 然后二方面我一直在减的时候 那你刚开始不会说一下子中跌 因为你中跌的话对中国大陆有损失 可是我开始一点一点点丢的时候 慢慢的 那么就会痛 温水足青蛙 可是当他没有一下子中跌的时候 一点一点在抛 一点一点在抛 等到市场反映出来说 你抛很大的量了 这个时候美元整个 或是美债整个 下来的时候 中国大陆已经损失不大了 川普现在希望FED 也跟着降息 这张有用吗 他要FED降息就是自铺其短嘛 他一直希望FED降息啊 他一直希望这个降息的时候 其实他就一直在告诉大家说 美国的经济出了严重的问题 因为 那时候第11轮谈判还没开始 第11轮他们还没开始的时候 川普就已经把底牌 泄露出来了 他一直要求FED降息 其实大家一听就懂了 就说 你不是说那个股市亮眼 就位力很好 然后各方面的这个经济成长都不错 你何必降息呢 不但何必降息还应该要升息 是啊 那你怎么非但不会说 同意这个FED升息 你反而会要求降息 大家都知道 你的经济是外强中干 里面有问题 他始终认为美元太强了 貓腻嘛 你看现在美元更强 那你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出一个问题 川普应该是更痛苦 他更痛苦 经济好本来美元就会升值 对 没有还有一个问题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实台币现在是盯着人民币走 以往台币是盯着美元走 现在是台币盯着人民币走 可是问题是当人民币往下走的时候 台币往下扁的时候呢 其实对台湾的出口上来讲 不见得是一个坏消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本来台湾的出口上已经很多事的反应 我印象你来看北京要怎么样 接下来会出什么样其他的时候 我觉得 北京现在事实上 现在电视台也开始鼓动民族情绪了 我是觉得北京是要打持久战 事实上北京有一个弱点 可是问题是美国打不到 就事实上大陆他 出口 他虽然 他在美国事实上他的外汇的盈余是最大 因为他全世界的 这个出口贸易的盈余大概只有不到4000亿 那对美出口就占了80%的盈余 北京也知道这个问题 所以他的 货币蒸发的 主要的基础就是靠美元外汇 因为人民币还没有变成世界货币 他现在在世界外汇的交易不到2% 所以这个是唯一 他比较弱的点 可是这一点就是川普一定要忍耐一年 可是他应战耐战的历史还太差了 他如果真的忍一年让他的贸易余大减 那北京一定要让步的 可是美股大概就跌4000点 那川普也不用选 他也活不住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川普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呢 把台湾端出来 我们回来聊